不安防 圣地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圣地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各位主内的家人弟兄姐妹早安 愿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对其他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让你也在笔点中献上清白 顶尽在你的容眉 世上一切平安淡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让你也在你点中献上清白 隐藏在你的容眉 世上一切平安淡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献上清白 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你也在你点中献上清白 益尽在你的容眉 世上一切平安淡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先上清白 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先上清白 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只想日夜在你点中 先上清白 全心全意来爱你 无论神全意去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我的同在里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顾我 peach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边中 线上金牌 全心全意来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边中 线上金牌 全心全意来 是的主 我们愿住在你的殿中 我们愿常常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摆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愿全心全人都属于你 主啊是的 愿你来拥有我们每一个人 拥有我们每一个心 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我们是敞开我们自己的 主啊是的我们真的需要你 主啊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天的开始的里面 主啊让我们就知道 主啊唯有你是赐给我们力量的神 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力量 主啊恩待我们 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新的一天的里面的时候 就从你而来得到那能力的泉源 主啊谢谢你 我们愿住在你的殿中 主啊而且赞扬你的荣美 主啊我们知道 唯有我们定睛仰望你 唯有我们如同鸽子眼一般 专注于你的时候 主啊我们才能够得着 我们才能够知道 神你的心意是如何 主啊你在我们当中 你的计划是如何 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 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 而且主我们愿意走在 顺服的道路的当中 谢谢主我们仰望你 对我们的说话 对每个人来说话 愿我们在今天来领受你话语的更新 谢谢主我们将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最近我自己在领修的时候呢 很喜欢用刚刚这个诗歌来 来清净神 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说 我能不能够更多地停留在你的同在里 就像诗人说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 如今我仍然要寻求 就是可不可以让我这一生当中 都在神的殿里 也就是神的同在里 瞻仰主的荣美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今天 有没有这样子的渴慕 我也不知道你的光景如何 但对我来讲 我身为一个牧师 我也每一天有很多很多的重担跟压力 这个祷告对我非常地重要 也就是我每一天的呼求 能不能我再有一件事 我仍然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哪都不想去 只想停留在你的同在里 今天 觉得 我们等一下再唱一次这个诗歌 好不好 再多唱几次 我们说神啊 神啊我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更多在你的同在里 或许等会你要去忙你的工作 或许你这一阵子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我们再多唱一两遍好不好 把你的心带回到神的同在里 轻轻地来唱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一副分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平静在你的容眉 世上一切变黯淡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再重头一次好不好 每一个人来唱 我属于你 对了跟着一起唱 你是我永远的一副分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平静在你的容眉 世上一切变黯淡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能不能 只让我留在你 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 此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都要不及 我都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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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 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 你 能不能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自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的眼中 先上进来全心全意来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自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的天中 先上进来全心全意来 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的眼中 先上进来全心全意来 爱你 哈利路 哈利路 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一个上好的福分 虽然玛大的服饰也非常好 我们都常常在神的殿里服饰他 可是圣经记载说 玛利亚选择一个上好的福分 就是停留在耶稣的脚前 听他说话 跟你的主有一个亲密的时刻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牧师要鼓励你 常常 常常就是来到主的面前 我有的时候就是放着这个诗歌 这样听 这样听 一遍两遍 有的时候跟着唱 有的时候没有唱 我就是告诉主啊 主能不能 让我再多停留你的同在 我有我的压力 我有我的愁烦 我有我的面对的一些问题 但是只有这个最美好的时刻 我可以 哪都不想去 哪什么都不想去烦恼 只想天天的留在他的同在里 其实这就是 十诫里面的第四诫 跟我们说的 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诫命 感觉好像很难达成 要规定我这个 又规定我那个 然后连聚会都要规定我 有的人是这样想 十诫的第四诫就是说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 向耶和华你神当手的安息日 这一日呢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这个深处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能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很多人就想 哇 连 连安息日都要规定我 哇 好严格喔 上帝怎么 什么都要规定 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这个又要规定 那个又要规定 但是你知道牧师跟你讲 十诫的背后 其实是带着满满的爱 圣日的意思就是分别 分别的日子 就是你特别分 很重要的日子把它分出来 很重要的纪念日 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 生日啊 结婚纪念 一些重要的日子 我们会写在我们的 这个行事历上 圣经说 这一天安息日是重要的 圣日 是要分别出来的 这个圣日被规定出来 要好好的安息 也就是再一次的宣告 当你什么时候安息 什么时候休息 你就知道他是神 很多时候 我们一直忙忙忙忙忙 我们以为 我们在忙的时候 神就工作 神就会行歧视 行大事 但是很少的基督徒知道 当你在休息的时候 神仍然可以做事 阿们 不要把自己到了一个地步 好像只有忙忙忙忙 上帝会工作 我知道很多 很多教会的同工 或这些服事的 因为我们在服事 我们很忙碌 我们常常很努力 看到上帝的工作 也看到教会 有一些成长 但是千万要记得 当你在休息的时候 你会更知道 他是你的神 有很多人把安息日 当作一个教条来遵守 所以在安息日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要做 那个要做 甚至在安息日 我们常常 因为我们这些敬拜团 你看我们的敬拜同工 常常我们在服事 安息日是我们服事 最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要预备 那个要准备 这个要练团 那个要 所以往往我们到了安息日 我们就觉得 哇 这是被规定的 这是要安息日 要来聚会 要来敬拜 要来服事 我们就离原本上帝 定这个安息日的 这个意义很遥远 其实神从来没有要我们 在安息日服事 这样子的多代表 祂很满足 反而是 祂要让我们在这个安息日 明白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哪都不想去 什么都不用做 就知道祂永远是我们的神 你要知道神最在意的是 跟我们在一起 不只是我们的工作 确实工作很重要 有很多的牧者在谈 你要得着职场 你要进入世界 再不要忘了 神特别定了一个一天 一个时刻 让祂与我 我与祂一同作息 享受跟我们的主的亲近 神永远不只是在意 我们所做的事情 祂也在意我们跟祂的关系 我给你一段经文 就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主啊 以祢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这经文说 就算我们服事 鬼也服了我们 表示那个时候 那些门徒是一个 很大人的侍奉 做了很棒的服事 哇 一病赶鬼 做成了工作 但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呢 祂说然而 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 就欢喜 要因为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那些门徒以为 祂做了很多事情 祂成就了很多工作 祂为了主 一病赶鬼 哇 服事很大能 祂以为主很欢喜这件事 但是主说 不要以为这些事就欢喜 要因为你们的名 记录在生命册上欢喜 表示上帝在意我们 跟祂的关系 胜过我们所做的事 安息日为圣日 背后的目的就是 这位创造的神 祂想要有这样精心的时刻 跟你享受你与祂 祂与你中间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在教会 有一些服事的弟兄姐妹 牧师要鼓励你 守安息日为圣日 不只是聚会的这个规定 跟教条 他特别把它放在实戒里 就说 停停停 我要跟你有美好的关系 停停停 不要这么忙碌 停下来一下 我要享受跟你 跟我 就是有一个这个精心的时刻 如果你用夫妻的关系 想你会更明白 我想夫妻的关系 不只是工作 不只是家事 不只是赚钱 养家 过生活 夫妻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 彼此相处的那个时刻 那个时刻 不要再想别的 就是好好的 享受这个亲密 弟兄姐妹 牧师也要鼓励你 你有 你有没有分别 出一段时间 享受跟主的亲密 哪都不想去 就想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 你有没有真的 分别出这样的时间 好好的来休息 知道他是神 不要忙碌到一个地步 以为你自己 可以管所有事情 也就是要停下来 观看耶和华 为你成就的作为 你要休息 有没有一个时间 真的好好休息 下来跟家人相处 有没有一个时间 真的好好休息 哪都不想去 就是在那边 读读神的话 亲近他 听着这个诗歌 告诉他说 我属于你 你也属于我 有没有一个时间 可以分别出来 好好的在神的同在里面 享受跟他的时刻 说主啊 能不能让我 停留在你的同在里 不只是侍奉礼 我说要鼓励你 让你停留在神的同在里 这是安息日背后 最重要的意义 他想要跟你在一起 不要因为侍奉 鬼扶了你们 而欢喜那些事情而已 要因为你跟神 你的名字 基督在生命侧上 你跟上帝的关系 更加的靠近而欢喜 今天我要祝福你 不管你到哪里 不管你去做什么事 我要祝福你 因着分别时间 所为圣日 所为分别的时刻 你跟在意 你跟上帝的关系 恢复跟神亲密的关系 告诉神说 神啊 我属于你 你也属于我 我们来祷告好不好 我们来向神说 神啊 让我分别这个时间 所为圣日 让我单单的 把我的时间分别出来 记在我的重要的日子 的记录上 就是那一个时刻 是我与你 你与我亲密的时刻 主啊 让我不是在意这个教条 好像只是安息日 就是聚会 就是服事 让我在这个背后看见 你何等的渴望 想要跟我们恢复 亲密的关系 主啊 让我更属于你 让我不只是服事 靠近你 让我这个整个人 都与你更加的亲密 弟兄姐妹 我们来祷告 我们跟神的关系 需要分别出来 更加的靠近主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好不好 说主啊 让我更守圣日 是我们更加的亲近你 更加的全心敬拜你 更靠近你 主啊 让我更加的爱你 让我分别为胜的时间来爱你 主啊 不再是我自己的不是 主啊 让我们来让你变全力的男生 主啊 我们常常会许多的事 忙碌 忙碌 难碌 主啊 但是我们好少的时间可以分别出来 谢谢祢 让我们就被分别了 让我们就被分别了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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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义若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我们断不能进天国 主啊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守住了那个诫命 但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何而守 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就是亲近祢了 主啊 主啊 我们求祢怜悯我们 感谢赞美主 祢的话语今天释放我们得自由 在祢的真理里面我们知道 主啊 祢重视的是那关心 主啊 主啊 我们若不明白祢的心意 我们就是单单的守住那律法 与我们也是无益的 主啊 恳求祢帮助我们 恢复我们 在真理里面再一次的来塑造我们 也将这样子数天的信心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 不单单是我们的外表在守那安息日 乃是我们的心里可目于 与主相遇 可目永远的与主同在 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是要鼓励你有一个分别 第一个分别是 你需要分别一些时间 留给你所爱的天父 也留给你的家人 那个时间是要特意的分别出来 因此为什么在世界里 有的时候你会忘记 他规定你要分别 有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些服侍的人 你要分别时间给主 你要分别时间给你的家人 你要分别这个时间 第二个 牧师要鼓励你 有没有人跟我们一起来 祷告会的这些参与的弟兄姐妹 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到教会的生活 牧师要鼓励你 回到神的家 守安息日 那是祝福的开始 我要鼓励你 回到神的家 不管怎么样 回到神的家 开始过一个守安息日的生活 我要祝福你 我们用分别这个来祷告好不好 分别时间给主 分别时间给家人 回到神的家 好好的守主日 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 我们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谢谢你 主要让我们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主要让我们生命当中有分别 刻意的分别时间给你 主要让我们停留在你的头 我们赞美你 主要让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让我们学会分别 主要让我们学会爱你 让我们学会回到你的家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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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就是能够享受在祢与我 我与祢的关系当中 主要来帮助我们 主要给我们智慧 主要也给我们那个决心 主要让我们就从今天起 主要我们愿意下定决心 主要单单的亲近祢 分别时间给祢 所以主 谢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妹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祢的洞在祢里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祢 多大都不下去 至少自然在祢天中 牵上青菜 全心全意来爱祢 能不能 其中生活留在祢 其中在祢 能不能 自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祢 多大都不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